诺勒、特朗普去五角大楼宣布导弹防御审查结论,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去年10月宣布美国将退出中岛条约,理由是俄罗斯长期违反中岛条约,以及这项条约限制美方研发新武器。 最新的进展是,美国将从2月2号起,驻守退出中岛条约,或成为7、6个月。 CBS白宫记者诺勒Tweet上报道,特朗普当地时间周四上午,前往五角大楼宣布举行导弹防御审查结论是出会,由于美国与俄罗斯目前在中岛条约议题谈判上,人处于分歧争议状态,未有进展。 美国最快将从2月2号起,退出中岛条约。 塔斯社·拉夫罗夫说俄罗斯誓言保卫中岛条约,针对美国单方面表示,2月2日起,就要驻守退出中岛条约,俄方的立场,则是誓言保卫中岛条约。 塔斯社Tweet上报道,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,16号在年度记者会上表示, 俄方仍然愿意致力挽救中岛条约,但敦促美国对条约必须抱持负责任的态度。 拉夫罗夫说,尽管面对诸多困难,俄方仍将一如既往地寻求各方继续落实中岛条约,同时,敦促美方在国际事务上, 遵守专业精神及责任,并希望欧洲国家与也跟随,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。 卡丁,很高兴2019年公平对待政府雇员法签署,美国联邦政府区域性持续停摆进入第26天, 这段时间没薪水拿的员工,终于可以在停摆结束后获得补发了, 因为特朗普在周三签署了联邦雇员公平对待法案。 而起草这项法案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卡丁推特上也分享写道, 很高兴我的保障补发联邦员工工资的法案获得签署。 但卡丁也说,保证补发的工资,无法支付当下的房租和日常购物费用, 也不能支付车贷月供或是处方药费。 这几天以及更多的原因都说明,早就应该结束停摆了。 希拉里停摆持续家庭暴力庇护所将被迫关闭, 对于政府持续停摆。 希拉里追特上也探讨,说如果政府的明天过后仍持续关门, 依赖联邦资金的家庭暴力庇护所及求助热线也将被迫关闭。 但事实上,还有很多生命仍在线上等待援助, 到底那到何时? 停摆才能停止呢? 印度快报,候鸟迁徙晚到德里气候变化令人忧。 候鸟向来可说是气候变化最准确的讯号之一。 印度快报推特上报道,候鸟推迟到德里,令人担忧。 因为候鸟一直以来都有其飞行的路径, 而且冬季夏季都不同,但随着气候变化影响, 它们推迟抵达德里实在令人担忧。 加上燃烧稻草造成烟雾污染,更影响它们飞行的路径。 半导电视,伊拉克计程车阅览时不玩手机看书, 现代人总是离不开手机, 乘车也经常是低头看手机。 在伊拉克有计程车鼓励大家,不看手机改看书。 半导电视台Twitter上分享, 伊拉克南部城市一位年轻的计程车司机, 每回有乘客乘车, 都会提供他义了免费的书来阅读, 让乘客有十分钟的时间专心阅读。 不玩手机, 被称为是Reading Taxi, 计程车阅览时, 车博司机其实是高中生, 但因为要承担夹计, 所以出来开出租车, 他因为自己喜爱阅读, 经常在等乘客的时候, 阅读自己放在车上的书。 后来他想, 何不与乘客分享阅读的乐趣, 因此鼓励乘客多阅读, 少玩手机。 许多乘客也都认为这是很好的想法。 巴塔木